7点23分 早安气象时间提醒您 接下来要转为 比较秋天的天气形态了 详细的天气资讯 我们要来请教会先 那么在降雨还有温度上面 有哪些差别 而且传出可能会有台风吗 好 十位早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 那么最近的天气状况 您会觉得说终于 跟上周六日相比 雨势是没有这么大了 不过要提醒您 今天同样的天气 会不太稳定 我们来看到未来一周 整体的天气状况 那么今天来说 有一道封面逐渐的通过 并且影响着我们 所以整体来说 会带来雨势之外呢 来看到明天开始 一直到礼拜六之前 有一道东北风下来 所以会带来水气 迎封面地区都会有雨之外 礼拜天降雨稍微的趋缓 但是到了礼拜一 礼拜二的时候 又处于在低压带的环境 所以整体的状况 又会不太稳定 我们来看到今天 主要的降雨热区 那么今天包含中部以北地区 东半部都会有 局部性的震雨之外 尤其留意 在东半部地区 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且在基隆北海岸 也有较大雨势 至于南部地区 今天则要留意的是 午后会有雷震雨发生 那么来看到 刚刚提到 礼拜四到礼拜六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 有一道东北风经过洋面 所以带来水气 那么尤其留意 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时候 不只在北东地区 会有雨之外 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 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到了礼拜六这一天 嘉义以南的地区 同样的也会有雨 礼拜天之后 整体的雨是再度的趋缓 至于下周天气 我们也来关心 来看到 在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到时候环境上处于 在低压带不稳定之外 我们看到 有一个热带系统 正在发展当中 很可能变成热带低压 或者是台风 不过现在距离下周 当然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我们也来看到 接下来美国模式跟欧洲模式 是怎么预测的 他们提到这个热带系统 在下周一的时候 会移动到台湾的东方海面 而且距离台湾是非常的接近 但是现在大气环境上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还会继续的来做调整之外 当然如果它变成台风 是秋台对于我们就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关注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温度方面来看到了 今天主要北东地区云量偏多 所以大概是29到31 中南部32到34 低温25到27度 未来一周来说 您也会发现高温大概32度 低温24度 所以接下来的天气 有持续进入到秋天 所以整体上在温差就会越来越大 早晚偏凉可以加件外套 尤其在南部地区 温差还会再更加的明显 最后就来帮您统整 那么今天主要在中部委地区 东半部马祖都会有雨之外 尤其留意北海岸东半部 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 午后则是在南部地区 有局部的雷雨 而早晚偏凉 刚刚提到25到27度 还有的就是山区 雨势都会比较大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还有不确定性 我们就持续关注就可以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